大二滿馬就是環影飛鷹 3.3倍開飛,過關完之後2.8倍 最後階段2.8倍 大英雄有過關飛,6倍落到3.5倍 之後就回很多,回得了,回到6.2倍 起進開飛10倍,過關關就熱了8.6倍 開拍的時候9.8倍 3D的頭關,第四場四班試驗的領一組 這輛出得快點,是勁套王 起進出得很快 內當航天用中,出閘第三 他也很厲害,反應我當環影飛鷹慢了一點 中間是兄弟熊,然後大英雄 關關組要檢查一檢查 然後我當天使寶,今天起步好一點 接著他還有中華寶貝 尾三位至紅旗星將,尾二萬里豪峰 包含暫時初出馬的王家魅力 上大石邪波時,前面起進帶了頭 伯爵在第二位是勁套王,放不出 環影飛也是放不出的,被起進牽制 伯爵在第四位是兄弟熊,貼爛大英雄,天勇長都開始騎 然後才看到大英雄又開始側 中華一號第七位都叫定一點 內擋關關追,正在退 外擋走上天使寶,紅旗星將 下一位是曼里豪峰,越騎越後退 初出馬的王家魅力,總算跟上大隊 進去直路時,前面戴著頭,還在起進 勁套王戴不到頭,都是麻煩的 環影飛鷹就又退 這時候漏了一條路,被航天用仔衝出來 大條路走上去 後面上來的馬,外擋是中華一號 中間左轉右插上來,還有紅旗星將 他在一百米時,前面起進,開始轉躍 航天用將率先上來,後面上來的 中華寶貝衝得很厲害,但那次趕不前 最後第一名,航天用將,打開勝利之門 中華一號第二,第三名起進,第四名紅旗星將 結果航天用將就... 更有上了那個formline 其實他不止一場,上季那場輸給紅星那場都厲害 由他走得很順暢 不過起步,他今天快了很多 他竟然除了眼罩起步都快到 有新鮮感吧 最奇怪的是,中華一號全程沒有飛 十六倍站著,接著跌到十八倍 很低調 很低調 經常都說沒理由 嚇到你 兩隻都嚇到汗 勇仗就很大汗 是否因為現在這些時節,史上以來第二個熱的中秋節 有時候都不算得那麼多 這些天口其實... 去到閘口會有多一點 但今晚呢 這部是其中一部姚本輝的頭馬 姚本輝的另一部頭馬都是有些出汗的 即極王都是有的 是呀,那隻都是有點急的 是呀 但結果都贏了回來 記住,下次不要被一些汗嚇到 除非他很冷天的時候 今晚航天用長這個形勢是很有利的 他霸佔了一個好位,真的很怕很多 根本更想不到多隻喜晉就搞定了兩隻大頭馬 喜晉也算表現得好 坊間鵬鵬鵬今晚大手 始終都是內武跑 這樣放出來,其實他又不是放得慢 即是可以捱得到命 那現在一、二名的這些都... 即是中華一號都很堅固的 好,看看分段時間 頭段23秒53 第2是22秒78 末段23秒92 總時間1分10秒23 其實來來去去,拿著紅星的formline 中華一號贏過紅星 紅旗勇將輸給紅星 紅星在谷草前進的能力 大家也今季看到,贏兩場 三班都贏了,挺厲害的 中華一號贏過紅星,為何會這麼冷 我想也想不明白 可能賽前就是... 有些朋友我猜都是擔心 不太夠大頭馬 就這樣看下去 好像要環影飛鷹 勁套王快一點 沒有想過起盡,一隻搞定了兩隻 現在的速度 整場馬的步速 都比預期快一點 46秒31 這場不是慢步速 所以起盡,這場其實他跑得不錯 他自己也跑得不錯 希望能保持健康,可以繼續跑下去 有些馬可能搏得更厲害了 環影飛鷹看到,轉彎時 當然他走的位置比較虧 但很早已經散了 他連續三次抽外檔 兩場10檔,還有11檔 磅就重了上去 他是小隻,只有900多磅而已 而且那兩場倒黑肺 還要鬥得很重要的賽事 都是有頂不住的危險的 這場紅旗星象 我同時也有問問蘇寶羅 他也說,馬仍然未懂得轉腳 要有交好表現,希望馬早點學會 你看到他有少許小路撲上來 但始終不能立即轉腳加速 交到那個加速力 他有份撲,還有初出王家魅力 又撲幾套都似模似樣